论语 为正第二 子曰 为正以德 譬如北城 居其所而众心拱之 孔子说 以德信来治理国家 就像北极星一样 安坐在他的位置上 其他星辰就会环绕着他散步 孔子说 诗经三百篇 用一句话可以概括 就是出于真情 子曰 导之以正 其之以行 明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 其之以理 由此且格 孔子说 以政令来管理 以刑法来约束 百姓虽不敢犯罪 但不以犯罪为耻 以道德来引导 以理法来约束 百姓知道羞耻 还能走上正途 子曰 无时有五而置于学 三时而立 四时而不惑 五时而知天命 六时而耳顺 七时而从心所欲 不予举 孔子说 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 三十岁可以立身处事 四十岁可以免于迷惑 五十岁可以领悟天命 六十岁可以顺从天命 七十岁可以随心所欲 不予悦规矩 孟义子问笑 子曰 无为 凡池欲 子告之曰 孟孙问笑于我 我对曰 无为 孟义子请教 什么是笑 孔子说 不要违背理智 凡池驾车时 孔子告诉他 孟孙问我 什么是笑 我回答他 不要违背理智 凡池说 何谓也 孟子曰 生世之以礼 死藏之以礼 忌之以礼 凡池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 父母活着的时候 以礼智来侍奉他们 过世的时候 以礼智来安葬他们 祭祀他们 孟五伯问笑 子曰 父母为其疾之忧 孟五伯请教 什么是笑 孔子说 让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担忧 子游问笑 子曰 今之笑者是为能养 至于全马 皆能有养 不尽何以别乎 子游请教 什么是笑 孔子说 现在所谓的孝顺是只能侍奉父母 至于像狗和马 也都能服侍人 如果少了尊敬 那这两者又有什么差别呢 子下问笑 子曰 色难 有氏弟子浮其劳 有九寺 先生传 曾是以为笑呼 子下请教 什么是笑 孔子说 子女保持和颜月色很难 有事情要办时 子女代劳 有韭菜食物时 长辈享用 这样就可以算是笑了吗 子曰 无语回 言中日不为如鱼 退而醒其思 亦足以发 回也不予 孔子说 我整天和回谈话 他从不反驳 像是愚笨的人 离开后观察他的私下言行 发现他也能发挥不少所学心的 回啊 他并不笨 子曰 是其所以 观其所由 察其所安 人因搜哉 人因搜哉 孔子说 看清楚他正在做的事 是了解他过去的作为 观察他的行为动机 这样人还能如何隐藏呢 这样人还能如何隐藏呢 此曰 温故而知心 可以为师矣 孔子说 温故以学的知识 从其中领悟新的道理 这样才可以担任老师 子曰 君子不气 孔子说 君子不设限 不要成为一个有特定用途的器具 子共问君子 子曰 先行其言 而后从之 子共请教 怎么样才是君子 孔子说 先实践将要说的话 做到后再说出来 子曰 君子周而不避 小人避而不周 孔子说 君子开诚不公 而不结党银丝 小人结党银丝 而不开诚不公 子曰 学而不思则往 思而不学则待 孔子说 学习而不思考 就会毫无领悟 思考而不学习 就会迷惑不安 孔子曰 公子说 公子说 孔子说 批判不同立场的言论 难免带来祸害 这才是求知的态度 这才是求知的态度 子张学甘露 子曰 多闻缺疑 圣言其余 则寡游 多见缺带 圣行其余 则寡悔 言寡游 行寡悔 录在其中矣 子张请教如何获得官职与俸禄 孔子说 多听 有疑惑的先搁置 谨慎说自己有把握的 这样就能减少别人的责怪 多看 有不妥的先搁置 谨慎做自己有把握的事 就能减少后悔 说话很少被责怪 做事很少会后悔 官职和俸禄自然不会有问题 埃公问曰 何为责民服 孔子对曰 举职促诸网 责民服 举网促诸职 责民不服 埃公问 要怎么做才能使百姓顺服 孔子说 提拔正直的人 位于偏区者之上 百姓就会顺服 提拔偏区的人 位于正直者之上 百姓就会不服 孔子问 使民尽忠以劝 如知何 子曰 灵之以庄则敬 孝慈则忠 举善而交不能则劝 孔子问 要使百姓 尊敬 孝忠与正做 应该怎么做 孔子说 以庄严态度面对百姓 就能得到尊敬 以孝慈之心对待百姓 他们就会忠心 提拔好人 教导能力不足的人 教导能力不足的人 他们就会振作 我为孔子曰 子曦不为正 子曰 书云 孝乎为孝 有于兄弟 施云有正 施亦为正 有人问孔子 先生为何不从政 孔子说 书军少说 重要的是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 以此影响当政者 这就是参与政治了 不然 什么才算参与政治呢 孔子说 一个人说话没有信用 真不知道他怎么与人交往 就像大车没有连接横幕的你 小车没有连接横幕的月 怎么拉着走呢 子章问 时事可知也 子曰 因因于下里 所损义可知也 周因于因里 所损义可知也 其或计周者 虽百事可知也 子章问 未来时代的制度现在可以知道吗 孔子说 因朝延习下朝的理治 改动了多少可以知道 周朝延习因朝的理治 改动了多少也可以知道 以后的朝代继承周朝 即使经过百事 同样也可以知道他的理治 子曰 非其鬼而记之 禅也 见义不为 无永也 孔子说 不是自己应该记事的仙人或鬼神 而去记事的是谄媚 看到该做的事 而不采取行动 是懦弱 字幕极нем盲 之后 boxes说 厚归 机灵散 茜子系